这是前几天 席子豪大于标检局园区积水严重 推倒中华街侧围墙的情况 而再隔一天又积水成灾 所以立委廖先祥就召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讨论如何改善 因为我们上次在做会刊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我们标检局里面的水 大概都是从这下面有一个航管排水 但我们原本以为这个航管是排到我们的侧沟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排到侧沟 因为早期设置的这个管线已经不可考了 不知道它排到哪边去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针对他们现在既有的排水设施 去把它做拓宽或者是做加强 我们目前只能够用分流的方式 来减轻局部的积水的一些压力 主要是因为下大雨 标检局基地的水宣洩不及 严重积水不但为墙倒塌 水也跟着冲出来造成中华街积水 目前标检局除了设置了两组抽水站抽水 水利局也调来了一组大抽水机备站 并且在倒掉围墙这一侧 正在施坐像是另外一边设宅这种水泥的防疫座 大约30公分高阻挡水流出中华街 经过今天会刊 那感谢各局处积极来办理这个会刊 然后订出中长期的一个具体做法 那也感谢我们标准局局长 那积极的在关心这个地方 那让工程会尽快进行 把一些防水防洪的部分要做分流 标准局部分目前增设了几台的抽水机 一部分把我们这边没有办法附和的水流 藉由抽水机把它抽到侧排去 以及我们后面的排水系统去减轻这边的一个负担 那同时也为了避免过多多的水流过来 标准局里面也会去做一个解水沟 长期而言因为我们的中华街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势就是比较低挖 过多的水进来它可能就是比较会宣泄的困难 所以说在旁边的社会住宅在兴建完之后 那我们就会把这边的道路的高层把它提高 避免说它变成了一个局部的低挖点 水溢局这边也支援了一台紧急的抽水机 然后把它排到后面的大排 然后前面我们大门两侧会是做一个分流的设施 然后排到前面的这个水沟 让水不要完全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这个水力 我们整区的水力改善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水力局指导我们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加快这个改善的进行 这几天还是有大雨 接下来还有台风 就怕有强降雨 再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短期先做防疫座以及分流远缺的排水 预计这个星期六完成 长期则是需要等到设载盖号 道路高层提高 让中华街地势不再低洼排水更畅通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